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,我国河南地区曾发掘出一座来自两千年前的古墓,而古墓内的一件特殊国宝级文物更是能够为中国证明。 当这一宝物重现于世后,相关专家均激动到不能自已,这一国宝级文物究竟有着怎样的背景? 对于我国古代历史的研究而言,它的出土又有着何种意义呢? 大家好,这里是纵观史书,带大家了解不一样的历史。 1977年的夏天,干旱情况的出现导致河南丹江水库水位不断下降,当水库下方意外出现一座古墓后, 大量的青铜器及玉器暴露在丹江的两岸,引发当地文物部门的重点关注。 在接到群众报告后,有关专家立刻赶到现场,将散落在外的文物进行全面收集。 经过一番考察,考古专家发现此处有着非常密集的墓葬。 由于当地正值于晋,发掘工作无法顺利推进。 关于此地墓葬群的保护性发掘工作只能暂时终止。 1978年,有关文物部门来到丹江水库附近,对这片墓葬群进行新一轮的发掘。 此次考古工作中,共发掘出了24座春秋时期的楚墓以及部分汉墓。 其中所出土的文物更是价值不菲。 在众多的精美文物中,春秋云文铜镜的出现更是引发无数人的关注。 春秋云文铜镜,气身长103厘米,宽46厘米,整体呈现长方形。 通过相关史料的研究可知,春秋云文铜镜与现代社会中的茶几有着相似的功能。 而其精致的做工更体现着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。 春秋云文铜镜上攀附着十余条龙形怪兽,整件云文铜镜的霸气程度可见一斑。 其神秘而又鲜明的艺术效果,更将春秋时期的文化风貌展现得淋漓尽致。 当有关专家查阅到春秋云文铜镜的建造背景及建造方式后,皆感到激动无比。 据史料记载,春秋云文铜镜采用施拉法铸造而成。 在过去的历史研究中认为,施拉法最早出现于唐朝初年时期,部分外国学者却坚持认为,中国地区所使用的施拉法来自于印度等国。 面对时日如此质疑,我国专家虽心有不甘,却并无真实依据作为反驳多年历史研究的进程中, 有关专家一直试图找寻施拉法原起于中国的真实证据,在春秋云文铜镜正式出土前。 专家们的努力始终未得已应有回报,其他国家对中国长时间的误解令考古专家压力倍增。 春秋云文铜镜正式出土前,专家们的努力始终未得已应有回报,其他国家对中国长时间的误解令考古专家压力倍增。 春秋云文铜镜的出现却证明我国专家从未做出错误判断。 春秋云文铜镜的出现,向世界证明了施拉法的确起源于中国社会。 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,中国人民的智慧再度得到肯定,早在2500年前的古代中国,施拉法便已然出现。 相比于印度等国的历史资料记载,我国施拉法在时间上占据着一定的主导地位。 云文铜镜剔透玲珑,厚重庄严,是什么构建起它这令人叹为观止的绝世恢弘。 粗细不一的铜梗,如编织中国结义般,铸成铜镜镜体的朵朵云彩,如此这般重叠五层,美轮美奂。 近身四周,攀附的十二只龙形怪兽有序排列,他们屈腰卷尾,探手吐蛇,把嘴巴伸向进体中心,不但形成群龙拱位的艺术造型,还似垂涎酒的醇香,贪恋酒的美味。 进体之下,有序敦伏着十二只虎形异兽。 张口吐蛇,似不堪重负,似气喘吁吁,托起晋身,更构筑起铜镜的庄严,神圣。 怪兽是龙是虎,似以无关紧要,但他们与晋身共同构建而成的铜镜,恰似在云游青天,那飘荡的朵朵祥云把铜镜,装点得腾云驾雾,似梦如幻,飘然欲仙,此为醉酒之幻乎,此时酒中有仙乎。 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副研究馆员韩凯英介绍,1978年,河南西川夏四二号储慕出土的这件春秋晚期的云文铜镜,注意巧夺天宫,霸气自然天成,是目前所见体量最大,文是最为繁复精美,考古出土最为重要的镜类器物。 此近整体用施拉法铸就,文献所见,中国最早用施拉法公益的时间,在唐代初年,唐慧耀说,高祖武德年间铸造开源通宝,用的就是施拉法,因施拉法文献所见较晚,学界一般认为,中国施拉法公益源自印度。 云文铜镜的出土,将中国施拉法铸造工益的历史向前推进1100年,由此,学界认为,施拉法铸造工益至少在2500多年前的中国,就已相当成熟,它不是搏来品,是中国固有的三大传统铸造技术之一。 这个铜镜的主人又是谁? 铜镜是从春秋楚墓中的二号墓挖掘出来的,专家在挖掘这个墓的过程中,除了发掘了这个铜镜,还发掘了一套形体制作相同,大小依次地减的青铜裂顶,这套顶帮助后人揭开了铜镜主人的神秘面纱。 顶内有很多名文,这些名文多次提到王子武三个字,记录的就是王子武一生的功德。 还在楚庄王执政时期,因王子武英勇善战,深受父亲的喜爱,楚公王继位后,王子武出任司马,掌管楚国的军队,公元前560年,吴国不讲武德。 趁着楚公王去世之际,新兵来犯,王子武巧施计谋,将吴军引入埋伏圈,并一举歼灭,楚康王继位不久,王子武担任了另引,总拦楚国军政大权。 此外,王子武曾护送王后秦景公之妹回娘家,遭到秦国的扣留,其弟重金贿赂晋国,于是晋国宣称,如果秦国不释放王子武, 那么他们将修筑胡秋成,此举严重威胁到了秦国的安全,秦国也只好作罢,秦、楚、晋三国为了王子武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,可见王子武的分量。 纵观历史,楚国的起点比较低。 原本与华夏民族有着共同祖先的楚人先祖,在周边不足的挤压之下,被迫迁徙,与京蛮、毗邻、久而久之。 在中原诸侯眼中,楚人也等同于京蛮,是文化落后的族群,因而一直受到轻视,周天子分封天下,楚人首领仅仅只是个子爵。 但楚人并不气馁,在作为世界文明的象征之一的青铜器上,经历了模仿阶段,逐渐形成了带有楚国强烈异语风情的风格。 模仿阶段,西周晚期和春秋早、中期,这一阶段的楚国青铜器虽然在形质上有自己的特点。 但仍然摆脱不了,中原地区同类时期,同类器的束缚,模仿印记很明显,形成风格阶段。 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,这一阶段,楚国摆脱了中原地区青铜器的影响,逐渐在形质、文饰、明文等方面,出现带有楚国地域的风格。 如繁复美观的文饰,文饰多繁入的立雕状的附加装饰,以及浮雕状花纹,个性阶段。 楚在战国中,晚期发展到这一阶段,楚国的青铜器都能自如地表现出楚人独有的审美。 王子武一生之中,为楚国的开疆拓土,其中又有以担任令隐的六年为甚,其逝世后。 当时的楚王,给予了非常高等级的墓葬待遇,王子武墓中的七剑列顶便是最好的证明。 王子武顶属于春秋晚期的青铜器,有着上述第二阶段楚国青铜器的特点,顶具有遍布全身的浮雕、漏雕等装饰,七剑列顶都如此,文饰几乎相同,只是大小略有差异。 造型上,王子武顶却显示出了楚人的独特审美,传统的顶分为两种,一种是方顶,是平底,如丝母物大方顶,另一种是圆顶,采用的是圆底,如毛弓顶,但王子武顶虽是圆顶,但底部却是平的。 更值得一提的是,王子武顶具有内收的腰腹,像是在腰间,紧紧系着根皮带,看起来带有明显的曲线美,关于这点,很可能与楚王的好物有关。 楚王号细腰,宫中多饿死,讲的是,楚灵王喜欢腰身纤细的人,很反感大富翩翩的人,上号下肾,大臣们为迎合楚灵王,纷纷做出结实的举动,以至于坐着的人要站起来,非得福强不可,马车上的人要站起来,必须借助马车刹车的惯性。 按照楚国世袭来看,王子武是楚灵王的叔叔,其在楚康王,前559年,前545年执政,8年逝世,此后,楚康王传位于楚家敖,前545年,前541年执政,而楚家敖被公子为所事后自立,视为楚灵王。 由此可见,在楚国历史上,楚王好细腰,是有一定年头传统的,并不是楚灵王的专利,这点充分反映到了王子武鼎上。 鼎,向来都是国之重器,作为权力的象征,鼎在古代的重要性,不言而喻,而一般的大鼎,需要十分精湛的铸造工艺,所以大鼎的发现,都是考古学上一次重大发现,就现在存有的大鼎, 如斯姆乌大方鼎,王子武鼎,都被视作为国之重器。 古来就有一言九鼎,问鼎中原者之说,鼎不仅仅是权力,更是人格的再现,鼎之重要,让王子武鼎成为了关注对象,这也就是王子武鼎真正出名点。 当然,王子武鼎上的施拉法,依旧是中国不可或缺的技术瑰宝,单单从现有的技术发展来说,也无法复制这样精妙绝伦的器件。 王子武响